30秒就能喷洒一亩地,速度更是人工的100倍,你敢相信吗? 随着农业的发展,传统的农药喷洒跟不上时代发展需求,农民在喷洒农药的时候不仅效率低下,而且风险还很大。 据说每年因喷洒农药中毒的人有10万人,其中20%的人死于中毒。 一位来自江苏无锡的大叔听到这一消息,心痛不已,带领团队研发了一款农药喷洒无人机。 无人机采用遥控式操作,机器能够在客15公斤的农药,为了防止农药喷洒完之后,会破坏机器的重量平衡,将无人机的载回功能放在了九族的两边,使飞机的平衡不会被破坏,实现了傻瓜式的操作。 为了防止机器喷洒出现少喷漏喷的现象,机器还装有GPS轨迹记录,能够在手机端轻松看到飞机的轨道。 能够帮上农民,我觉得是心里最高兴的。